大家好,今天是2月12号星期日,我们继续复盘热门标的,欢迎您为视频点赞,也感谢成为赞助会员。 周六我们是分析到了PLTR,我们今天呢从台积电开始说起,我们先看周线图。 周线图呢,在本周台积电是收出了一根阳线,而且本周阳线的实体部分要比前两周要大,表明本周的多头呢,比前两周多头要更为的强势一些哈,从收盘价的角度来看。 那么对于台积电来说,他后续会不会给出回车呢? 我有点倾向于他不给回车了哈,为什么?因为从上边属第三根横线是一个重要的阻力区,突破上去之后啊,就一直在这踩,发现往下踩踩不动。 而且呢,多头这个实体部分越来越大,也就表明多头在这加仓呢,对不对? 那对于领长行业来说,想要给出深度回车有时候也是比较艰难的一件事情,是吧?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觉得回车大不了啊,我个人的感受是回车可能不会给太多。 我们看一下日线,那么日线图呢,大家看,在这里横盘洗盘其实已经较长时间了哈,那我们也一直希望他往下跌一跌啊,但是人家就是跌不动啊。 特别是本周呢,大家看本周的五根黑线,哎,接下来谈起,谈谈,哎,往下乐,再谈。 那么,按照这个走法的话,那即便是再继续走,估计也是一个横盘震荡哈,深度砸盘暂时还是看不到那么深。 大家可以分析一下,不过啊,不管是怎样的洗盘,我们对于洗盘行情一向是不去猜测的,对吧? 而是等它真正的走出来,而是等它真正的走出来,走出来之后呢,我们说回车结束了,可以继续去做多了,对吧? 那对这个图来说,目前就是横盘的震荡,是吧?横盘震荡也是一种洗盘形式嘛,那么不给数值下跌的那种洗盘,我觉得是有道理的哈,因为他想给的话,他在第一时间就应该往下给哈,而不是磨叽了这么多周哈,三周。 所以,对台阶带来说,我个人是倾向于继续向上涨的,有的有的谷在给出一些数值的回车,比如说一些中小盘哈,有的谷,咱们这龙头或者是近期领长谷,他不一定给啊,不一定给那么深哈,就是横盘一下,为什么?因为它是领长嘛,领长都很深的话,那就麻烦了,对吧? 所以这是我对台阶电的一个初步看法,那不管是哪种回车,后续还得涨啊,好吧,好,我们来看一下Meta。 Meta的周线图,周线图终究还是下落了哈,本周啊,终究还是给出了回车,那他也是近期领长行业中,领长的股中最强势的一支哈,那么他呢,也是直勾勾的周线图往上拉升啊,直到本周给出停顿,那本周也确实都是洗盘行情啊,我们看一下日线,日线呢,我们一直都在等他向下破掉这个横线也好,或者是更为陡峭的这个位置是吧,对吧? 他跌下来你就应该适当的减仓了,等待咱们新的一轮的,新的一轮的洗盘,他究竟是怎么洗,咱们就不去猜了,他有可能砸到这个,咱不去猜,但是可以想象一下啊,他有可能去砸到这一根上了,趋势线上就直跌,或者是跌到更深的位置再直跌,不管是哪一种,现在都不是建仓的时间啊, 而是前获利了结的一个位置啊,在上周早些,上周晚些时候吧,周四周五这样,对吧?因为周四周五就往下破了嘛,那么后续能不能止跌在意啊,止跌咱们在意 各股也是分化的,对吧?各股这么一分化啊,实际上呢,每个股的这个做法都不是,不是完全一样的啊,不是完全一样,所以大家不要秉持一样的这个做法,那长得太过陡峭,你说你减不减仓? 理论上是应该啊,那台积电刚才分析了,他,他有可能就是个横盘喜盘,你卖不卖,不卖,是吧?那这个如果现在有点数值的方向跌,你减不减?减啊,等待新的只跌,咱们再买回去不就行了吗? 好,那有些图中小盘国啊,他就跌得非常迅速,你卖不卖不卖,等到更深的位置再去重新买回,是吧? 好,这是Meta Snow,我们看一下Snow的周线 从周线 本周呢,周线也是给出一根小十字星线啊,找到啊,小十字星线,那么这个周线呢,实际上是一个上行过程中的停顿,左边有四根阳线的周线 那么第五周呢,是一根啊,小阴线啊,表明啊,当前有可能是一个上行过程中的回撤周线图啊 那么这个位置是一个底吧,这是一个可能的底吧,双重底 这是左侧底,这是右侧底 然后啊,这儿呢,又有一个下跌小区趋势线啊,突破上去,估计呢,稍视回撤 我们此轮上涨呢,又画了一个多头趋势线是吧 它一直没长那么快啊,主要是因为它这些重叠K线太多,都构成了上行的阻力 所以,所以啊,它在上的过程中,应该是震荡上行,才会更符合技术位的走位 我们看一下日线 日线呢,我们说突破回踩止跌,它就真止跌了啊 那么现在正在新的一轮的震荡上行啊 所以我们去线可以稍微平缓一点啊 就不要那么紧凑啊 这样的话啊,看看能不能再继续震荡上行 你看它之前是不是震荡下行 特别震荡啊 那么上行过去也是特别震荡的上 是吧 这是它的特点啊 它的一个特点啊 这个图的特点 这图呢,就相对磨叽一点了,对吧 好,我们看一下奈飞 奈飞的周线 奈飞和和这个Meta 他们俩都是近期领长的 长得非常陡峭的那个股 那么现在呢,正在回路啊 而且回路的力度还不是很强啊 你说减仓还是不减仓呢 减减仓也OK啊 减减仓也是OK 它这个涨幅巨大的那些图啊 都应该减减仓会好一点 是吧 我们看一下这个周线 周线实际上下方也有支撑啊 包括水平的 包括斜向的两根趋势线啊 或者一根 这个是最长的这个上两趋势线 都构成对可能的 都构成对当前K线的一个可能的支撑 我们看一下日线 是不是破了没 破了啊 周五这天就破了啊 这个最陡峭的这些啊 就有点小破 那接下来可能往下洗盘啊 所以多头减不减仓呢 可以减啊 也可以不减啊 因为我们说过啊 最终的底线在这个 在这个趋势线上啊 它也完全有可能继续 洗盘之后再继续找啊 因为你现在没办法去猜测 它它能不能跌破 空头能不能跌破 我们的大型上涨趋势线啊 猜不到吧 因为你得看到跌破才行 对不对 没跌破之前都假设趋势还在 至于我们的美股 是否啊 走一个深度回撤 继续深度回撤 还是 还是简单回撤一下 然后继续往上走 我们啊 下周早些时候再看啊 那对于个股来说呢 在多头势力范围内 可以不做我彻底的离场 注意 可以不做彻底的离场 如果心态啊 心压力比较大 可以适当减仓的 没什么压力 就继续拿一下 再看一看 好 我们看一下 TDOC TDOC的周线图和大 就是本周的节奏啊 和大盘是一致啊 都是给出回落 那么他呢 也是运动到了这个 中间这个阻力区这 中间这个横线 这个阻力区 那么这个阻力区呢 应该还是有反应啊 因为之前 接下来也有很多反应 弹上去又下来 有很多反应 那么当前又测试到 这个横线位置 又有反应嘛 完全没有反应 也不对啊 所以现在 第一波这个差不多了 那么下一波 能不能上呢 我们要看这一波 只跌的一个时间啊 只跌的一个情况 对吧 只跌的一个情况 那这个图呢 当前就是啊 在走这个位置 大家看 说后续能不能只跌 还真是有 我有点倾向于 稍微洗盘一下 就就就继续涨呢 但这是我 我个人的一个 内心的倾向哈 因为空头呢 会觉得 砸不动哈 所以 啊 就是咱们股市啊 空头呢 都当做回撤来对待 所以我是觉得 啊 多头呢 也不能说都 他们都都把这波下跌 当做回撤啊 反正至少我认为 这波下跌 可能就是一个回撤啊 跟之前的那种 空头的力度啊 特别是我们在 观察大盘的时候 发现空头下跌的 一个力度啊 并不是 很强啊 并不是很强 所以我优先 把它当做回撤来对待的 那这样的话 我们只需要再找到一个止跌 可能的止跌位就行了 对吧 是吧 好 这是T2C 那一旦啊 这次的再止跌的话 那还有50%的 甚至更大的一个空间 去测试上面属 第一个横线的阻力区吧 或者这个缺口附近吧 一旦涨起来也不得了呢 嗯 理论是这样 有人说太过乐观了 我再回撤止跌了 再再再再再做呀 而不是说 下跌就再做 对吧 下跌的时候你就做 不是啊 再等等止跌信号的时候 咱们再做一波多头啊 对吧 那么上一波已经结束了 上一波 涨了一个月吧 四周吧 那么本周都是洗盘 是吧 咱今天是周日啊 本周都是洗盘行情 那这样的话 洗盘再止跌的话 再再看看 有没有可能再去测试一下 上一波这个高点呢 至少测试是这个高点呢 对不对 所谓双重顶嘛 或者是 继续走震荡上行的一个多头啊 再走一大波 对不对 所以我是觉得 机会应该还是会有啊 我个人的感受是这样的 那么空头呢 他需要去测试上涨均值线 却要去往下砸破这个水平支撑区 他实际上他也是比较难哈 毕竟人多头冒上来了嘛 从博弈的角度来看 空头会略微难一些啊 多头会相对容易一些啊 等待一个回撤 好 我们看一下另外一只龙头骨 微软 的周线啊 我们感受一下啊 微软人本周还是一根啊 阳线啊 收阳线啊 虽然啊 他应该是测试到上方缺口附近啊 然后给出一个回路啊 但是呢 人家形成一个W底啊 我们啊 本周有一期节目 专门说了科技龙头的W底 对吧 那他就是那只 那么微软啊 就是这个W底 那么谷歌曾经也是来着 但是他有突发的消息面啊 不过啊 这个服务货都是相伴相生的啊 那么 那短线的 短期的那个消息面 自己给挖了个坑 那么后续呢 我们看看能不能再止跌 是吧 止跌之后再以更低的价格买入 那也是挺好的 或者加仓 对吧 那对微软来说 他没有那样的负面的消息面 他因此呢 还是维持在了这个 W景线这个附近的一个震荡 是吧 而且本周拉升的还较高呢 顺便回落洗了个盘 把上面的阻力区洗了一下 是吧 所以我是觉得 他当天还没有破掉这个上行的态势啊 这个上行的趋势线 对不对 最微软 目前来看 应该是对上涨趋势线的一个上上突破 确认了吧 其实龙头骨再砸回来 其实比较难哈 中小盘容易被砸回来 但龙头骨再砸回来 除非特别大的一个消息面影响啊 否则 再砸回来 你不觉得很难吗 我们看一下日线 日线这是一个相对底部 你看他也是在回落是吧 你看他回落力度 他不是特别愿意深度下跌的感觉啊 那这趋势线还在啊 还在 所以下周早一时候看看止跌的情况 看看是不是继续去布局多单啊 注意每个股都不一样啊 那这个是龙头骨科技龙头啊 我们看看止跌的一个情况 这个是W的一个颈线位置吧 如果再整止跌的话 应该再走一波才对啊 再往上走一走 等距离位置 是吧 好 这个暂时是这么看哈 那如果他强劲砸破呢 那你就得离场了哈 趋势线啊 就砸破了 就得离场 然后等待新的一个右侧点位 他去等待止跌 是吧 他市场是有多解性的 对各国而言更是变幻莫测啊 所以大家不要抱持一种固定的形态 这种形态都是互相转化的 W又演化成了一个右侧底 这边就形成了多重底是吧 或者头颠底 或者W有效啊 这是一个颈线回踩止跌 再继续长是吧 形态是互相演变的 形态也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啊 所以 怎么说呢 你都得变啊 市场形态变你就得变 是形态不变你就不变 好 我们希望他不变啊 变来变去 还得处理仓位是吧 好 这就是那个W底啊 那一旦走起来啊 他有可能去测试这个高点啊 走 至少走出一个等距离位啊 再给吹鱼波大回车 然后怎么样 所以看起来这些龙头骨还是不是那么烂 是吧 不是那么烂啊 除了这个高位的 你需要地方他回撤的 破位向下破掉长线趋势线的可能性 除此之外呢 好像啊 相当多的股都是有一种上涨的这种感觉啊 就是 短暂停顿的一种感觉啊 你务必要去周五那期节目 盘后的节目去看一下 我们到底是怎么感受空头的一个力度的 当然只是目前啊 目前 空头会是怎样啊 那么接下来空头还愿不愿意继续往下砸 是我们周一继续观察的 好 能源指数我们不说了 我们看一看 这个都说过了啊 TQQ我们感受一下 TQQ啊 也是一样回撤 对吧 他这也是一个WD的感觉啊 给一个回撤 下周啊 早些时候能不能在这指低 非常关键啊 这是颈线位置吗 是吧 中间这个横线实际上是这个底的一个颈线啊 啊 这是一个可能的底 为什么说他是可能 因为 下跌是大型下跌趋势线被周线图给突破上去了啊 所以你说他是不是底 我觉得是底的概率会略高啊 这是大盘指数 我们看一下日线 大家可以啊 再关注一下在景线附近止跌的情况 那一旦止跌呢 我们把这趋势线稍微给他一些空间让他止跌 然后呢 再去往上做一个百分之四五十的一个空间 甚至更高啊 这些高点都有可能测试的啊 说一定会强空吧 大家想一想呢 强空的话 那之前在这些位置干嘛呢 空头 再自考一下 在这顺势往下砸不是更容易吗 可惜人家就直接弄上去了 有人说这是又多呀 哎 不要说又多又空 都涨了这一波了 他再又多我也做了一波多了嘛 不要老是说又多又空 我觉得这样老是说 也没有太大意义哈 那 那这个是又空吗 你对不对 往下跌的时候都是又空 你应该做多是吧 那你做了没 上涨的时候是又空 又多 那你就应该做空啊 那你做了没 是吧 所以又什么没不中也哈 重要的是当前咱们最近的这个波段是应该做多还是应该做空 是吧 那一直按照诱惑那种反向思维 你又回到大众的思维了 他就是涨的 你就是简单点 他就是涨 他才是跌呢 他就是跌 被跌的时候老是说啊 这是又空啊 又又空啊 然后你应该做多呀 他跌的时候你说又又空啊 我得做多 你看 这些多头被套的 是吧 这就是一个空 你不要什么又又又又又空啊 这就是多 你不要什么又又多是吧 注意 他是什么就是什么 这是最简单的思维 老是怀疑人家这个波段是累的啊 比较累 因为你怀疑他你就是逆着这个小波段的嘛 是不是 你想做逆着这个小波段的那个方向 是吧 我们应该顺着这个波段的方向去 所以没什么又不又的哈 好 这个关键非常的重要啊 好 这个图呢 我们要去看下周岛的时候止跌的一个情况啊 那即便不止跌呢 我们也是我个人是希望给他再一个宽敞的一个上涨 就是想啊 再让他回落止跌 咱们再做会更好啊 因为上一波这个多头波段 很多人都没没敢进场 所以我们真正希望的是他给出一个典型的回撤 然后再止跌 咱们再去做多会更稳妥啊 是吧 那如果他回撤就这么一点呢 再涨的那也没办法就继续做多 大家一定要注意哈 回撤分为浅回撤和深回撤啊 不给深回撤说明多头相当的交集啊 着急上涨 浅回撤就是这个意思 深回撤说明多头没什么信息哈 对市场还有一些大型的波段机会 所以这时候空头有机会哈 那如果是浅回撤 空头就没什么机会啊 因为波段太短了 他不值得去处理啊 好 这是TQQ SQQ我们周周周周五节目看了哈 我们看一下沃尔玛 感受一下消费股的周线 嗯 嗯 本周的周线呢 还是一个直跌K线哈 我们稍微调一下啊 本周是收回去了啊 砸下来又收回去 那这样的话 左读啊 这个点位正好 是吧 周线都看的非常漂亮哈 左读 我们看一下日线 嗯 哦 突破回踩 又又又又踩回来 哎 又止跌了是吧 然后啊 继续往上涨 对吧 有人说这个就是又空啊 然后就弄上去了 你是事后知道的 这种窄幅的 你就不要来说又什么又什么啊 窄幅的也是 你要放到更大的视野范围内 你就不会说什么又什么的 你看上涨 哎 骑行 或者说上涨中继是吧 他没有 只要这个这些K线低点 都没有跌破上一波 波段的一个起点 这个低点啊 他就还是多头的骑行 是吧 只不过趋势线变得被平平缓了 也不要老师分析右什么的 没用啊 对吧 他如果是一个上涨过程中的中继 那么就继续看涨吧 什么叫中继 就是空头小波段的一个低点 不能跌破上一个波段的低点啊 这就是震荡上行的走法 是吧 做多吧 市场还是有机会的哈 嗯 好 我们看一下优 优呢 周日啊 周日去了哈 周五下跌10%啊 那这个位置呢 确实是给出了回落 我们看一下周线的感受 嗯 很多图 今天啊 这个周周周五呢 或者周四周五 都是在中间这个横线处 遇到了阻力哈 但遇到阻力 并不一定是反转形态 它有可能就是上涨过程中的停顿啊 大家明白哈 那 突破回踩 没有踩破低点 更高的低点 拉升一波 再次遇到阻力 那就洗一下 然后再涨 我们看一下日线 嗯 你捡过仓也没关系啊 没捡仓也没关系 我们的多头趋势线 更深的在这 大家看 左侧啊 这两个低点连连连在一起行为一个更更长线的趋势 那么近期的一个震荡上行是这样划的 这个曲线 对吧 那么再跌破下来 你就知道啊 下面这个上涨曲线是我们的底线 再跌破就应该先出来哈 那么现在可以拿一下啊 然后再看看能不能再往上走一走 是吧 再再跌破就是这啊 所以有些图它是深度回车啊 有些图是浅层回车 比如说台积电就是小横盘回车是吧 目前看来 那么对这个图来说回车就相对较深一些吧 这是不同的个股 里边是资金的信心导致的 信心不足就是偏向于震荡那种 是吧 就是回车深 信心比较足的龙头股 灵斩股 你比如说奈飞 麦塔 他们都是直勾勾的上行 比如特斯拉都是直勾勾上行 上面多头信心足 空头没信心做空 所以他就是直勾勾的上行 是吧 那这个就不是直勾勾的上行 就墨迹 所以这个图呢 反倒有可能给出一些震荡波 波段啊 这就是不同图里边的人啊 他怎么想的 好 今天我们第一期先到这里 明天啊 不是明天 下期节目啊 今天的第二期 我们从半导体做多指数开始说起 待会见